复兴航空坠毁基隆河 有许多灵难者遭受了撞击严重碎裂骨折 为了让往生的亲人 以生前的容貌走完最后一程 家属都需要遗体修护师 来修复亲人的大铁 六年级身的蒋家凯 因为矮墨父亲 他放弃了年薪百万的游戏设计师工作 转行成为了修护师 在缝补的过程中 他曾经遭受王者抓手 让他背脊发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舒适的躺椅 可乐饮料 大型游泳池 花园围离惊弓雕花 室内还有餐桌 客椅 盆景 和大型落地窗 一应俱全 就连iPad也不缺席 他要画画 他就会有画家 那他想要 比如说运动或什么 就会有一些单车 庭院草皮上 有孩子们玩的荡秋千 到了夜晚也不必担心 因为装了LED灯 但是这手轻轻一碰 原来都是缩小20倍的合一住宅 是给上了天堂的人住的 基本上面一定会有客厅嘛 然后那个大型的LED电视 旋转楼梯 然后一样中道流离台 然后单单就是 卫浴设备 然后卧房 双人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办公室 这一栋是for一个老板的 所以他希望比较 有办公的空间 跟早代客户的空间 那我希望我们就这样做处理 六年级生的蒋家凯 做纸扎设计七年了 就像在画建筑设计图一样 我们会在这边 在画设计图的时候 我们会看 会看就是说 OK 动线是不是对的 里面的家具摆设 是不是对的 一般上我们室内电话 这是比例标准的1比20 它只有指头那么大 有没有听错 还讲究动线摆设 但他相信纸扎能为往生者圆梦 也能替家属治疗悲伤 他还打造过一个 天堂迪士尼乐园 他一直想带他小朋友 去什么东京迪士尼 或者是什么 没过迪士尼城堡 可是来不及了 小朋友已经走了 然后一个礼拜 交付给他 他爸爸看到 他爸爸看到 哭了 我以后 他印象最深的 是帮往生者打造 步枪和手榴弹 当时是 最早原本是为了一个大哥 一个 竹苗地区的一个大哥 他往生的时候 有很多的那种 像迪士说的 那一定大哥的排成 一定要很漂亮 找到我们就说 没有办法做 强 然后重活力 哇 做重活力 AK47啊 好 没有问题 然后就做了一整排 做了一整排 然后手榴弹做了 其实蒋家改 原本是年薪百万的 游戏设计师 不过在七年前 因为父亲 他的游戏人生 突然转个弯 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父亲 他罹患癌症 被发现的时候 太晚了 就已经直接是 非来莫起 我有什么敬意呢 是能够让我能够 送我爸最后一次 说你可以在 比较短的时间 抽得出医药费 那我就进来了 你一定以为 这对父子的感情很好 但事实上 父子两个关系很疏远 他是社团里面的 高建筑馆 然后那时候 一有台湾有疫情 我很小的时候 台湾有疫情专案 他不想 不想去绿岛深造 那他就跑到海南岛去了 角头老爸跑出国深造 就是好几年应许全无 之后蒋家凯 就被送到新加坡读书 即便完成学业 回到台湾 他还是没有回家 和父亲同住 直到爸爸被验出 罹患肺癌三期 那时候就在想是说 你如果现在再不和解 再不跟他相处 我就没有时间了 然后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晚上首邻的地方 然后旁边才是工绩的场所 那你工作的地方 就在这边了 就在最栋楼 招木楼 你看看到吗 接体处 在兵营馆的化妆室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走进 误会为是洗手间 在兵营馆的化妆室 有他独特的海滴 那你就有家族 曾经看到这个牌子 因为洗手间就进去误闯了 结果昏倒在门口 昏倒 昏倒 吓到了 就一进去都是冰柜 这边就是叫生死门 所以这个门我们这种 这个叫生死门 对 你家属跟 你家属跟那个 我们的客户就是在这边 要分开生死了 生死网直接走进去 然后往生死网 就是从旁边绕过去了 看到了生命的无常 他当起大体修护师 从伤口这边向你将下去 勾起来 穿过去 到这边 距离要抓一下 那时候要很小心 我们的伤口 常常会容易感染 穿过去 不要挤 千万不要挤 慢慢来 留下一定的心头 这个时候再用 小的 夹住 夹住心头 留到底 放到旁边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就这样 慢慢 慢慢 慢慢地穿过去 拿猪肉练习针法 一个星期后 他就上阵了 只是第一次接触大体 他还是招架不住 当场狂吐 那一个 那一次 他是车祸 按 起重机 连半边就不见了 然后 打开 看一下 灯磨一下 我先去吐 就跑到旁边 他旁边有那个 就是清洗的草 一直吐 一直吐 吐 吐 吐了 好 可是你没有退路 你必须要完成 你必须要把它做好 你不能让家属看到 所以OK 好 吐完了 再回来 口罩戴上去 开始 从事遗体修复五年了 各种不太好看的死法都见过 这个多了 真的 碰到很多光怪陆离的 其实被蒸汽碰到的 半手 五分锁 蒸汽 工厂的时候 就是那个 锅炉蒸汽 被它炸开 然后那个蒸汽这样喷 然后半边就五分锁了 那个还没有很难处 然后 火烧的 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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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然后 放了七天才被人家发现的 不过他最怕的是 有反应的客户 比如说你缝到一半的时候 他手突然把你扣住 就是你 手的伤口 切开的时候 在缝的时候 一针下去的时候 他的手就突然反过来 把你抓住 毛 真的是从 一股良意从尾椎 然后一直穿到头顶 然后再这样穿下去 但是OK 可能 静点吧 对于人体解剖 以及肌肉神经的概念来讲 有一个所谓的名词 叫做超声反应 那个东西就是说 当一个人有死亡 之后的短时间内 当你跟他做接触 碰触的时候 因为他的肌肉 他的神经 他的骨骼等等 所以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 让你觉得他会收缩 动作 而生物老师 以死掉的青蛙做解释 因为你死掉的青蛙 上面一定 下垫会有点液体 那这个液体是可以导电的 那两个金属中间 有可以导电的物质 它就会产生电流 那这个时候 那个青蛙就动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那个大雷会动 原理可能跟这个银箱 一个雷打下吧 然后直接把银箱 把银箱会开始停下 然后我们现在就静止了 手就放在那里 就静止了 然后登登登登 然后等到那个全部不抖了 OK好 停了 好 继续 继续做 也有碰过这种刺激 那你说打雷 可能它那个频率 跟你这个冰柜震动的频率是一样 那刚好一打一盘 我们这边就跟得动了 对 这是一种共振的形象 因为它溶解速度很快 凝固速度也很快 所以我们习惯用风蜡 就慢慢的 就慢慢的让它停 什么伤口需要 按那个凹险 就是断气凹险上 或不规则撕裂 不规则撕裂上 就让它慢慢停 沙娃填满吗 填满 细心填补往生者的缺陷 因为和家属感同身受 就像为自己的父亲 送走最后一程 每一个殡葬从业人员 最难面对的永远就是 当你的客户是你的自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是最难面对的 关键我自己去挑 然后场地去选 一些事朝我自己做 一直到这些东西我的情绪 甚至到帮我爸做晋升 跟他做最后SPA的时候 我的情绪都还好 我出去崩溃 那SPA是在我最后把它推进我账场 蒋家凯还亲手帮爸爸设计纸杀 做了26相很壮观 稍往天堂去 从此蒋家凯继续留在岗位 疗愈更多家属心中的头 我当时想做游戏的时候 你是透过创造一个物品 可能虚拟线上游戏什么的 然后给人家带来欢迎 可是羞辱其实是没头 他会带给人家的是安慰